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学篇 今天咱们又开始新的一课 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中庸 中庸这一篇呢 也是从这个小代理记里边选出来的 是儒家学说中最早而最精密的一篇哲学论文 请大家注意这个定语 最早儒家学说中最早而最精密的哲学论文 这篇文章呢 可以看作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刚才这两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庸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以孔子为代表的言天道与性的哲学思想 至此而一变形成思梦学派 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将他从理论基础论基础 将他从礼记中摘出来担心 北宋的二成就是成号成仪 认为 认为中庸这篇文章呢 此篇乃孔孟传授心法 把他视作儒学道统的传闻 南宋的朱熹 把他与大学 就是咱们刚刚学过的 大学 论语 孟子 合并为四书 并且呢 为他作著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四书张具基著 元代以后 成为科举考试必读的教科书 就是咱们稍回说了 元仁宗 元仁宗的时候 他规定 考试 科目必须从这个四书里边出题 这样呢 他的地位呢 就变得非常高 就是读书人一定要学习他 所以呢 这个中庸这篇文章的影响 也是极为深远的 中庸的作者 历来呢 都认为是孔子的孙子 子思 但是到清代 开始有人怀疑 是不是子思作 他们经过考证研究 认为呢 这篇文章大约成熟于战国末期 到西汉之间 就是比 传说中的 要晚一些 中英的中心思想 在于阐述 不偏不倚 无过 无不及的 中庸之道 是最高 最完美的道德 是 人道的正直 天道的 真理 就是 这几句呢 都是 说明 中庸 他阐述的 这个中心思想 在 说明中庸 他的 极端的重要性 刚才已经说了 他们是四书里边的两篇 又是 十三经里边 礼记的 都是从礼记里边摘出来 所以他的这个地域是 确实是极为重要 那 为什么这么重要 咱们在 读了之后 就可以 有所体会了 下边 咱们一块来 看课文 中庸 天命之位信 率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道业者 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 戒胜乎其所不睹 恐记乎其所不闻 莫陷乎隐 莫陷乎危 故君子 慎其毒也 这里边呢 有好多话啊 都是 流传 流传下来 你比如慎毒 这个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一个专有名词了 就是说 这个人们呢 在 这个 没有其他人的时候 要特别 加强 这个自身的 这个 修养 没有其他人看到 和监督的时候 这个倒是咱们还要 仔细讲 这个圣读的意思 第一句 天命之位信 天命 在这儿是 由天所命的意思 就是 古人认为呢 天 这个人的 咱们这个 每一个人 他的命呢 都是天所 带来的 天所决定的 上天的决定 人类的命运 天命之位信 这个信呢 就是 人的本性 位 就是 事的意思 这个知 在这儿 没有具体的含义 是一个称字 也是 就是 使他 念起来 比较 朗朗上口 天命位信 这就是 你听着的话 他就是 比较平 天命之位信 听起来的话 他就是 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 也可以认为 他是起了一种 强化的作用 强调的作用 率性之位道 率性 这个咱们在 现代汉语里边 有的时候 也还会说 率性 这个词 率 在这儿是 遵循的意思 道 指的是 人道 所以 率性之位道 这个意思呢 就是 人 遵循上天 所赋予的 善性 去 行事 做人 就是 道 修道 之位教 修道 在这儿指的是 修明道德 教 在这儿指的是 教化 在这儿呢 这个教化呢 含有 就是 一方面是 审查 请 请查自己 一方面是教育他人 这么两种意思 但主要 说的是 教育 教化 教化 教化别的人 所以 这个三句 可以这么翻译 上天 所授予的 是 人的 本性 人 遵循上天 所赋予的 善性 去 行事 去 做人 就是 道 圣人 修养 小民的 道德 就是培养 小民的 道德 这 就是 教化 下边 道也者 不可虚于 离也 可离非道也 也者 在这儿呢 是 起到 提顿作用 和上面 咱们说的 这个 知味的知字 意思差不多 它都是 也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 强化 强化 它这个 与世 与气 不可虚于 离也 虚于 这个咱们 前几次都讲过 虚于就是 一会儿的意思 就是一会儿 也不能离开 可离非道也 这个好懂 这几句 咱们可以这么翻译 道 后边可以加几个字 道这个东西 人一会儿都不能离开它 如果可以离开它 那就不是天命的道 是故 君子 借慎乎其所不赌 恐惧乎其所不闻 君子 在这儿 就是指 咱们上次 上次讲的课说了 就是指 财德兼备的人 借慎乎其所不赌 借慎 就是警戒 谨慎的意思 读这个字 咱们都知道 是看的意思 这个字呢 和刚才说的瞻一样 它都是 以这个目 眼目的目 作为不守 所以呢 它都是和眼睛有关系 其所不赌 这是什么意思 不赌就是看不见 所不赌 就是看不见的地方 咱们讲不对 所 就是看不见的地方 那么其所不赌 这个其指的是什么 咱们结合上下文呢 就可以分析出 这个地方呢 是指的是 就是一般的人 很多人 就是公众 公众看不见的那个地方 那么君子呢 特别的谨慎 这个保持高度警惕 就刚才咱们讲的 这个慎读的意思 恐惧乎其所不闻 意思和这是一样 恐惧 这好懂 就是 还是诚慌诚哄的样子 其所不闻 其所不闻 也是 就是一般的人 众人 听不到的地方 他呢 也是要 成皇成皇 那么这两句 可以这么翻译 因此 君子 在 众人 看不见的 场所 仍然 戒备 谨慎 在众人 听不到的地方 也 成皇成孔 这个说的就是 刚才咱们说的 就是下文的 这个慎读的意思 所以古人提出 这个慎读啊 他很有道理 就是一个人呢 你在 这个忠目睽睽之下 你会比较 遵守规矩 一般的人 正常的人 在这个 大众之中 大众的场合 你会这个 各种行为啊 举止啊 都比较得体 但是在你独处的时候 所以 为什么叫慎读 读就是说 你一个人 这屋子里就你一个人 或者甚至这一个院子里 就你一个人 没有任何人看见 没有任何人听得见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要分出 君子和小人了 是吧 这个 这个中英里边 他就说呢 君子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特别的 警戒自己 要特别的 诚惶诚恐 这样呢 才能够 使自己呢 就是说 思想 一直保持纯正 并不是说 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 自己就放纵自己的 这个思想 思想里 不纯正 不干净的东西 让他蔓延 所以这个慎读 就指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也认识一位 这个 老学者 老辈的学者 他就是这一辈子 几乎和外界都没有什么 太多的接触 一直在 他当时做这个文字工作 一直在做这个 翻译工作 翻译了大量的这个 文学作品 这个达到了很高的 文学造诣 我觉得他这个呢 就是很符合 中英里边说的这种慎读 就是说呢 他常年的 都是只有一个人 和这个外界很少来往 几乎是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够 常年的 几十年如一日的 勤勤恳恳的勤奋的工作 做到这点确实是 很不容易的 你像咱们一般上班 你这老板监督着 同事看着你 那你勤奋工作 这还比较容易做到 但是 比如说你这个老板不在 同事都出去了 出差了 就你一个人在那 这有的人可能就要去 玩会儿游戏 或者甚至甚至溜出去了 这就没有做到慎读 所以这个慎读 确实是一种 很高的境界 那么 下边呢 他就是讲为什么要慎读 下边这几句 莫现乎隐 莫显乎微 现 就是和出现的现 是相同 他就出现的现的 这个也是古今字 他们讲过 这个现 见字 他的意思太多了 那么把出现的现 加一个这个谐语 这样和他其他的意向分开 这儿呢 就是表现的意思 隐 是隐蔽 暗处 这个莫 是什么意思 莫在这儿是没有 无的意思 现乎隐 显乎微 这个乎是什么意思 这个乎在这儿是 相当于这个鱼 就是比的意思 在这儿 显 微 显是指明显 微是指细微 微小的事情 这个翻译的时候呢 这几句呢 可以 加一些意思 这样才能够 更明白的理解 这几句话的意思 下边呢 是故君子 胜其多也 就是 刚才咱们已经 解释了 所以这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先把上面的翻译句 是故君子 戒 戒胜乎 因此 君子 在众人看不见的场所 仍然 戒备谨慎 在众人听不到的地方 也 诚惶 诚恐 这儿呢 咱们加上几句 在幽暗的地方 别人虽然看不见 但自己 却知道 很细微的事情 别人没有觉察到 自己 却能感觉到 一切明显的事 都是 从 别人看不到的小事 开始的 这几句是 原文没有的 咱们加上之后呢 这样可以使他 原来文章的意思 更为明白 下边呢 就是原文里有的了 所以 没有比 幽暗处 更明显的 没有比 细微的事情 更显著的 因此 君子 在独处的时候 特别 小心 谨慎 这个地方呢 所以 这个 莫险乎隐 莫险乎微 就是咱们翻译成 现在汉语 大家看 是没有比 一万处更明显的 没有比细微的事 更显著的 这里边呢 就很有辩证的思想 很有发展的思想 很能体现出 古人的这种 这种 深刻的思想 就是他 并不认为 这些在你在 别人看不见 听不见的地方的 一些小事 是小事 如果你这个小事 你不重视他 那么这些小事 一些不良的思想 一些不良的 这个念头 就会从这些 幽暗的 幽暗场合的 这个 就是说别人看不到的 听不到的场合的 一些微小的事情 他就会逐渐的发展 这样呢 发展的后果 会很严重 所以呢 君子呢 要 这个 慎其毒 就是在这种 别人看不见 听不到 的场合下 仍然能够 这个 像一个君子一样 而且呢 是保持 高度警惕 这种高度警惕 主要是 警惕自身的 这个不良的思想 不良的念头的产生 所以这个思想的 也是 非常深刻的 他也是 所以我在看这个 大学和中庸 这两篇的时候 在学习这两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想呢 咱们经常说 思想改造 现在这个 当然这两年可能提的 比较少了 但是在这个 文化革命前 文化革命中 这个词都是 非常流行的 那么古人 他没有这个词 思想改造 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词句 这个词是 一些现代人 经常用的 但是呢 古人实际上 对这个思想改造 极为重视 从这个 慎读这个题法 从大学 咱们上次讲的大学 他就要 这个格物指质 诚意正心 诚意正心 讲的都是 思想层面的问题 都是 可能 把它叫思想改造 有点 用俗话了 就是说 他是在 讲的都是 就是说 对自己的 这个 内心的思想 的修炼 修养 非常重视 对 应该用思想修养 可能更为准确 就是要修养 自己的这个身心 这样呢 呃 才能够 真正做一个君子 是吧 下面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知忠 发而皆重结 未知何 忠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何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至忠何 天地未焉 万物 欲言 喜怒哀乐之未发 喜怒哀乐 这个咱们现在汉语里还经常这么说 喜就是欢喜 怒就是愤怒 爱就是悲哀 乐就是快乐 这四种呢 都属于 人的 感情 未发 未发呢 就是 没有表露出来 在内心里边 没有表露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呢 未知忠 这种情况呢 就叫做忠 这个未知忠 跟那个知味的知 不太一样 知味咱们刚才说的 它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它 也可以理解为 它是起到一种 强调的作用 使这个语气 念起来 这个句子念起来 朗朗上口 那么 未知忠 这个知就是 有具体意思了 就是 称它为 未知 未知就是 把它叫做忠 所以这个知 是代词 它的意思 那么 发而皆 重结 未知和 刚才说的未发 就是没有表露出来 发而皆 重结 就是 表现出来 而都 符合 自然的道理 这个 重 是符合 是符合的意思 结 在这是 法则的意思 所以可以翻译为 合于 自然的道理 如果你表露出来 喜诺埃勒 表露出来的时候 都符合自然的道理 这种情况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 和 这个和呢 就是 无所规律 就是说 没有什么 违背 的情况 很和洽 其实就是 咱们今天说 那个 和谐社会 和谐 的意思 就是很和谐 所以 这两句 可以这么翻译 人的各种 情感 没有表露出来 的时候 把它 叫做 中 表露出来 而都 符合 自然的道理 后边呢 咱们可以加几个字 没有过分的 和 不急的 这种 把它叫做 和 下边 中业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业者 天下之大道也 中 其实就是 中庸这个中 就是不偏不倚的意思 天下之大本也 这种不偏不倚 是天下的 大本 这个本字 咱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就是树字 树根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树根 所以呢 它在这儿呢 就是指的是 大本的 就是大根源 在这儿指的是 道的体 就是指道的本身 就是中 它就是天下的大道 它本体 和业者 天下之达道也 和 就是天下的达道 达道 这个达呢 是很畅通的意思 道是道路 那么 它的意思就是 天下人民 共同 走的路 这个路呢 当然不是咱们 说的这个 看得见的那个路 而是指的这个 做人的道路 比较抽象的 意思的道路 所以 这句话 可以这么翻译 中 这个东西 是天下万物的 根本 是道 后边是咱们加的几个字 等于对它进行解释 是道的本体 是天命的性 是天下万物的根本 是道的本体 是天命的性 和 是天下古今 人们共同 走的 畅通的大道 是 后边又是 加几个字 是道的 外在表现 所以 中国这个道字 也很有意思 它道 本来是道路的意思 但是 它为什么能够 产生出 这个自然规律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 一种隐身关系 人们 大家都走的道路 那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路 所以这个道字 慢慢它又抽象出 引申出 自然规律的意思 符合自然规律 至中和 天地为烟 万物于烟 至 是达到的意思 中和 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就是 不偏不倚 这个 无所违背 这么一种 境界 天地为烟 万物于烟 如果达到了 中和 这种状态 这个和可以理解为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和谐 很和谐的这种状态 不偏不倚 而且非常和谐的状态 那么 这个天地为烟 这个为呢 本来是名词 为止 那么在这活用为 动词 就是 归于 它应有的位置 就是 回到了 它 应该有的位置 所以呢 可以活用为 安于其所 安于它 它的位置 万物欲言 就是万物都得到 万物可以按照 自己的本性来 声誉 繁衍 所以这句 最后这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达到了 中和的境界 天地 就各安其所 万物 也可以按照 自己的本性 声誉 繁衍了 这个呢 就是中庸的 第一段和第二段 咱们这节课 就讲到这 对 它们还有一些 还是从那里 fácil的 也就是 这节课 印象 这节课 这节课 这节课